郭德纲让京剧界重新洗牌 郭德纲跪地磕头三下拜师 此举遭到了京剧界的反胃之声 我们将时间线拉回到2018年 这一年的9月6日 浙江金华中国物剧院人山人海 薛纲返唐之前将会有一个重叹仪式 等于社班主郭德纲将在 诸位老师与观众的见证下 正式拜师赵林彤先生 仪式现场更是发出了 奇门德高天赤子海派一广电仙师的说辞 赵林彤的夫人以及徒弟到场作为见证 三个响头之后 郭德纲京剧有了师诚 然而正是这场拜师仪式 让郭德纲受到了京剧界的质疑 一 相声界有带拉师弟的说法 但京剧界可没有带拉说法 如此强行拜师 可是要扰了京剧界的一片祥和 二 赵林彤先生在京剧界地位颇高 一直是后辈们的榜样 各种头衔加身 郭德纲一个说相声的凭什么拜师 赵林彤先生早有收郭德纲之意 奈何身体每况愈下直至病逝 也未实现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 可是就在去年 京剧界与郭德纲有次正面交锋 俗称京剧之争 你如果问我的话 说书跟唱戏是排的第一位 说相声是排的第二位 我个人认为我的相声 是我这几家人最刺的 评书京剧相声 这是郭德纲对自己的业务能力的排行 京剧的发展与弘扬超出了郭德纲的预料 据悉前三个月 麒麟剧社每月亏损80万 采访当日郭德纲说了这么一番话 弄麒麟剧社也好干嘛也好 我都希望能尽力帮你点吧 我现在唱戏我也不会不止了他挣钱 对不对 演艺场不行 我还是搭点钱 搭钱也圆的 希望他能好 他对京剧的热爱 可能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 将一波一波年轻人 拉进剧场听京剧的郭德纲 却依旧没有得到 专业京剧人士的认可 你说如果郭老师自己单唱 没有那么多京剧名剧而陪他 恐怕就是 也没有那么多京剧观众会去看 但是我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有生之年 如果说能为戏曲投入一些什么 能够把这些戏 哪怕留个资料下来 我觉得也是对戏曲的一种尊敬 这是我们的国粹 希望中国戏曲能够再度辉煌 希望他好 能记得郭德纲带火相声的过程 打破传统歌颂型相声令数旗帜 以活下去为目标 只有活下去才能谈之后的东西 京剧也是一样 国粹发展异常艰难 没人听如何谈传承 先活下去活起来 再谈之后的传承问题 此说法屏幕前的你认同 这段时间我也看到说 郭老师跟京剧名家一块儿演戏 这十几位一块儿跟他搭档吧 你们搭着演戏 一票难求 大家就很好地去协作吧 那你说如果郭老师自己单唱 没有那么多京剧名剧而陪他 恐怕就是也没有那么多 京剧观众会给他 可能还是相声的 他们自己的观众去看 当然了这个说法 个人感觉是非常片面的 京剧本身就是众人合作的曲目 一个人当然没有办法唱 而且如今的麒麟剧社 可以说前景一片大好 如今已经可以自负盈亏 现在我们放眼望去 国内的京剧剧团 有哪个不是在领当地的财政补贴过日子 在不赔钱的情况下 可以养活自己了 甚至因为市场和业务的需求 都开始朝贤纳事了 5月7日一个名为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的京剧协会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宣布 将会和北京少年工一起联合招生 培养京剧人才 这个协会还点名邀请了郭德纲 向郭德纲老师抛出了橄榄枝 随后郭德纲也是转发评论到 有继承才有发展 非常支持这种做法 要知道以前这种京剧协会举办活动 那是绝对轮不到德云社和郭德纲的 哪怕郭德纲已经拜师京剧大师赵灵彤 京剧行业承认郭德纲的人也是非常的少 可是这两年 郭德纲带领着太平巨社和麒麟巨社的成功 不但观众了解和喜欢上了京剧 就连京剧界的人士也慢慢接受了郭德纲 所以这官方举办的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 才会邀请到郭德纲 希望能和郭德纲一起做 还有心中耍腺呢 作者的吧台 什么味儿呢 往前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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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道旋风打路 好 黄安玉道状 是谁来了 队友的行动 往事人明 柳大人 他把 打开来笑 柳大人迈步他就往东行 往东走了 二十大也不 牛回头来他就往南行 柳大人往南 走了五步 牛回头来他就往西行 所谓刘大人 所谓刘大人 刘大人 他是一个大人 所谓刘大人 走着 走着 他就站起来走 他就站起来走 好嘛 一直爬着这个 有一所摘远 面前那有 柳大人伸手 开着门双上 二门不远 紧对着前兄 伸手开一开 门两个扇 离街舞不远 那紧对前兄 伸手开一开 门两个扇 烫台不远 紧对着前兄 柳大人迈步 怎么样 烫台来上 窗台不远 是紧对前兄 脚灯的窗台好 窗户来上 窗户来上 窗户只是一个大窟窿 又跳在着远当中 1947年的现场的演出 这个小孩 雅塞当年孟小冬 就是谭英寿先生的原话 对 大概是这么说的 因为谭英寿先生说 他19岁的时候 在上海见过孟小冬演出 然后呢 因为有老先生们的这种 背书 突然一下 我就觉得好像在1996年左右 那段时间就突然很红 反正这个红就是 被业界的大佬们 大艺术家们 老前辈认可 被老前辈认可 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996年 上海戏校 让王沛于前往北京 举行了一场正式的公开演出 当时京剧名家谭元寿 也是台下的观众之一 1996年的那一场演出 让王沛于这位京剧天才 第一次出现在了京剧票友们的事业里 从此以后 小孟小冬的名号 不禁而走 所以能够和偶像同框是一种 一个阶段 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 就觉得不行 我要变自己 我不要成为孟小冬第二 我要成为王沛于第一 孟小冬在我心里 依然是那个第一 但是王沛于也可以成为 这个时代的第一 第四届匪夷大会座谈会 前几天在陕权生生蜜蜜 头头毛毛蜜蜜蛛虎虎 奇怪怪的就召开了 会上 堕名在本届匪夷大会上 对30年以前的相省进行 复习和原儿展示的 超重量级打卡 被邀请到座谈会现场 有紧尽有匪夷的匪夷傳承人 赵佛佛 还有 掏过了树的盐 咪醉在神的脸 马屁排到的脸 堪称乡上这第一天的带驱神 可是但是 但可是可但是呢 这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前看后看 里看外看 站着看 坐着看 躺着看 趴着看 蹲着看 钻着看 就是没看到 为前四届匪夕相大会 欧信力学四处奔走 但经结律 人气吞胜的 取一届房一达个 降老太空 那么重要的会 能不能少了他呢 没有了降老太空 这匪夕大会 可就失去了灵魂 废物质文化遗产 弄不好就成了 废物质文化遗案 那么 为骂降老太空会 缺席 那么重要 那么难能可贵的座谈会